这几天我这个小花园的月季真的是在爆花中啊 以前连养科仙人掌都会牺牲 现在竟然能持续爆花 我的园艺自信心就这样被拉满了 但是爆花之后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我二月份的牵引好像没做好 现在这花开得松松散散的 支撑点少了 我现在也想不到什么办法 先把一些垂下来的剪掉好了 就这样随意装满都好好看呀 满花的快乐放在这里 因为我太骄傲了 我要在这里种一点林兰 好早之前我就想种了 但是之前怕种死嘛 不过现在不怕啦 别看它现在是这样 以后可会是这样哦 唉现在继续去种我的花生 这是昨天还没种完的 现在太阳太大了 那就先讲讲昨天种的吧 其实种这个花生我是很不想的 因为我本人不喜欢吃花生 但是呢很早之前我们奶奶给我说 它还剩一点花生种子 问我种不种 这么明显的意思我都不知道吗 我奶奶肯定想种 那我就说过几天再种呗 然后我的奶奶带着她新买的 两斤花生米种子 来了 就这点 我看下面那袋才是她最开始说的一点种子吧 你看我们奶奶还是非常上道的 来就开始干 以前这片地都是我奶奶在种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里靠近河边 以前每家每妇都会种花生 今天要不是我奶奶来带我种 我肯定又是一通乱整 挖坑我是想帮忙 然后被嫌弃了 点好了 我也是想帮忙买土 然后又被我奶奶嫌弃了 冰箱牌去做别的 我就只能做点用我们奶奶去河边捡的破网 把这个花生种子给盖的 最后我们娘奶奶都整累了 决定剩下的明天再来种 你看嘛你看嘛 这些老年人种出来最积极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 这是什么 又是从哪里搞来的 我真的服了 从我答应种花生的那一刻起 我就像一颗小羔羊 一步步的走进了我们奶奶的圈套 我肉眼所见的空地全部要被种满花生了 只能说我生了 老人家他开心就好 一袋种完再来一袋 新典的一袋优点完了 我又骑着我们奶奶的座驾 去她家给她拿花生过来 真的是放的一点都不隐蔽 现场播现场点 好了 这就是我和我的奶奶和冤种花生的两天 希望他们好好成长 能让我们奶奶早一点